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黎金斯作为科尔丁防福克斯的第一选择 多紧出色地完成了一对一的防守任务 还多次完成对内线的协防风感 或者组织国王的进攻 或者直接帮助勇士获得发动防守反击的机会 上半场比赛勇士在防守端的表现告诉我们 为什么在球队常规赛战绩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还能继续在季后赛之中相信他们 作为NBA历史上进攻效率最高的球队 国王队在本赛季常规赛阶段的上半场场 军得分为60.4分 排名全联盟第一 但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 他们的半场得分被勇士限制在了55分 上半场的百回合也从联盟第一的117.9分 下滑到了98.2分 上个赛季从对阵独行侠以及绝金的系列赛里 我们便能看出 勇士并不惧怕攻强手弱的队伍 但是一切的前提是勇士的防守能够时刻线上 到下半场比赛 荆州的防守效果与前两节相比天翻地覆 第三与第四节比赛 国王队在勇士头上轰下了71分 在萨伯尼斯侧英体系几乎被勇士完全遏制的情况之下 福克斯开始用个人能力撕裂勇士的防守 小狐狸个人半场便轰下29分 全场比赛19投9中 3分限外8投4中 用接近6成的真实投篮命中率得到了38分 勇士本赛季的防守侧重点集中在内线和外线 常规赛期间 勇士对手在中距离的出手占比是38.8% 排名全联盟的第一位 作为上个赛季勇士防守体系的搭建者 布朗自然清除勇士防守的最薄弱环节 进攻中距离区域 国王恰好有最合适的武器 本赛季的福克斯迎来了又一次蜕变 原本以快剑短的他现如今已经能够做到动静结合 在中距离把握能力大幅度提升 让他成为了一个顶级的关键时刻大师 也是一位全面的攻击手 常规赛阶段 福克斯有36%的出手都来自于中近距离 也就是所谓的抛投距离 在此区域之内 福克斯的命中率高达53% 其效率值更是能超过联盟98%的后卫球员 再加上格林和库明家的防守 又很难紧贴住福克斯 让他在中距离通过变速拿到了太多优质的出手空间 将勇士的防守瓦解 勇士挡住国王的长矛 却倒在短刀之下 与同一天进行的东部三场对决相比 勇士与国王的这场季后赛才是经典 双方将悬念维持到最后一刻 比赛的过程始终胶着 而福克斯在下半场的疯狂突破 是季后赛球星个人英雄主义的最好诠释 最终的结果 也是一个美好结局 国王17年来首次进入季后赛 又在季后赛首战以126比123击败未免冠军 这场比赛 勇士就像走过了去年两文技后赛的历程 分别是首轮打绝金和西部半决赛打灰熊 当时外界一度认为常规赛MVP约基奇会给勇士的内线制造麻烦 没想到勇士打得游刃有余 反倒是第二轮打年轻的灰熊 他们却格外吃力 莫兰特因为伤病只打了前三场 分别拿到34 47 34分 尽管当时勇士2比1领先 但从过程来看 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限制莫兰特突破的办法 勇士拆解了国王孝奥常规赛的萨伯尼斯 乌克斯体系 通过防四个接球人 让萨伯尼斯无法快速出球 小萨最后只有两次助攻 却有四次失误 而在常规赛中 他场均助攻达到7.3次 没有传球 小萨的投篮也很糟糕 17投5中只拿到12分 这样的场面很像去年季后赛打绝金 勇士在进攻端用后 为轮番点名曰基奇的模式击穿绝金的防守 又在防守端掐断曰基奇的传球 但限制小萨之后 勇士突然发现 他们的对手突然变了 护四去年的灰熊 国王后场双枪福克斯和蒙克的快速突破 很容易让人想起灰熊的莫兰特 福克斯和蒙克轮番冲击勇士的禁区 加起来26个罚球 蒙克14罚全中 福克斯12罚8中 全场比赛 国王两把短刀不断地戳勇士的篮下软肋 左一刀右一刀 福克斯38分 蒙克32分 这对肯塔基大学的室友轰下70分 为国王拿到开门红 勇士第一次领先10分 是第三届开局 还剩10分17秒后 卢尼的进球让勇士以75比65领先10分 但随后福克斯连续突破 在不到三分中连得8分 打出一波8比2 分差缩小到4分 第二次领先10分 是第三节末尾 还剩3分7秒 库里投进3分 86比76领先国王 然而替补内线兰尔斯爆发 扣篮 3分 以及助攻福克斯3分 最后时刻 蒙克的上篮让国王反超比分 就在这段时间 国王打出了一波15比4的得分高潮 而这两波领先都没能坚持到最后 其实都是一个原因 勇士防不住国王后卫群的突破 福克斯 蒙克轮番冲击 彻底催垮勇士的防线 兰尔斯的进攻机会 其实都源于勇士内线协防 福克斯和蒙克 外线露出的巨大空间 尽管这是17个赛季以来 国王第一次竞技后赛 但国王和勇士实在太熟悉了 国王主帅布朗过去几个赛季 是勇士的首席助教 上个赛季陪伴勇士拿到总冠军 与此同时 勇士也对国王不陌生 毕竟布朗在国王摆出的进攻体系 与勇士也颇有几分相似 熟人过招 都瞄准了对方的软肋 国王的软肋摆在明面上 辞助NBA战术体系的进化 大中锋在季后赛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约基奇 恩比德始终无缘总决赛 不是意外事件 相比之下 萨伯尼斯的弱点更明显 他缺乏足够的力量 进攻端在篮下的威慑能力远布鲁约基奇 与恩比德 贝鲁尼 格林硬顶的时候 小萨就彻底失去常规赛的锋芒 布朗半场的应对方式 是将萨伯尼斯变成纯篮领中锋 球不再过小萨的手 而是集中到福克斯和门克的手中 让他频繁突破 勇士的软肋 布朗最清楚 那就是对突破型后卫 没有足够的限制能力 内线的卢尼不能拉出来协防 外线又只有小配盾有跟防能力 以上个赛季的人员状态 他们都没能限制住莫兰特 更不用说国王除了福克斯 还有门克也在突破 与他遥相呼应 对勇士较为有利的是 国王已经打出所有的牌 而勇士还没拿出他们全部的本事 维金斯状态不错 但他们要想赢下这个系列赛 需要做出调整 首战输球 勇士在防守端做错了两件事 第一 赫尔的应对不够及时 勇士没能想到福克斯 从下半场一时就疯狂突破 而在常规赛中 福克斯要到第四节才会开启 这一进攻模式 因此在第三节 他们对福克斯的看管不到位 彻底让对方打出了士气 第二 勇士对门克的防守出现偏差 常规赛中 门克打勇士容易爆发 因此在季后赛中 勇士过于追求认住门克 在他突破或投篮时使用夹击 破坏了原有的防守节奏 勇士在防守端应做出改变很简单 他们应该尽量去限制福克斯 而不是担心门克的爆发去改变防守体系 门克的发挥一向不稳定 可谓神鬼莫测 也很难一直保持手感 只要不持续将他送到罚球线 门克的进攻就打不死勇士 但防守不是勇士的最大问题 他们真正需要做出改变的 还是进攻 输给国王这场球 勇士投了太多的三分球而放弃了突破 第四节还剩47.2秒时 库里的突破得分将分差追到只差一分 但有可能反超甚至准绝杀的进攻 勇士再一次选择三分球 汤普森撞 维金斯底脚出手 三分不进 黯然败北 全场比赛 勇士的罚球比国王少了五个 而这都体现在了第四节 国王罚球十二个 命中十个 而勇士只有七个罚球 全部命中 差了三个罚球得分 而最终的分差是三分 不完全是巧合 勇士应该回忆去年他们与辉雄的第三场 当时莫兰特依然轰下34分 但勇士赢了30分 当时和辉雄的第三节 勇士37比23赢了14分 库里没有投中一个三分球 但他博得六次罚球 一节拿到10分 想用防守来彻底扼杀国王 勇士很难做到 但如果提升攻击火力 勇士更有机会 而要进攻 不但要以仗汤神 普尔的三分 更需要库里的突破 勇士球员和教练组 必须明白他们的优势在哪 进而放大优势 他们必须将球更多地交给库里 让他去冲击对面的防线 无论库里扔出一个个三分 还是不断地杀入对方禁区 都能彻底改变局势 系列赛第一场胜负 决定不了最终走向 国王虽然赢了 但已经打出底牌 算是名牌作战 勇士仅管输了 但他们还有底牌 还能期待看到更好的库里 好戏还在后头呢